大家好 我是吳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說 中廣是否真正通關 我們看到有些消息說 厲害的 也要先給個like 麻煩你 個like很重要 給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的廣播 每個小時有新片更新 現在的影片又快又簡而征 現在香港各個口岸 那些紀律部隊 工作人員開始陸續回到崗位了 消息指 隨時隨地就準備 哇 中廣通關 很開心 怎麼樣? 李家超在網上披露了通關的重要事件 什麼時候通? 是不是1月9日? 大家也很想回去喝喜茶 打一下骨頭 最重要是正的 澳門率先還做一些事情 率先取消酒店檢疫 改做家庭隔離 應該是蓄勢待發 這次成功了 好 我們交個波給 誰來的呢? 龜叔 好 謝謝吳仔 大家好 我是龜叔 究竟現在什麼情況 香港是不是快通關呢? 因為看到有幾宗新聞 都可以了解得到 第一宗消息就是關於澳門方面 從今天起就轉了5加3了 一個新的5加3 酒店檢疫的改為居家隔離了 這個情況 有人就覺得 是不是可以借鏡呢? 代表澳門 香港 內地 都真是磨刀霍霍 連我們特首李家超都說到 2023年 有可能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呢? 因為有另一個 即是叫做 跡象可以看得到 西九高鐵的口岸現在 就等著了 全部準備好了 嘩 這麼多東西在一起 看來真的準備通關 我們先看澳門那邊 香港是否可以借鏡呢? 因為現在說到 李家超我們的特首 有他的看法 我們的局長盧寵茂 也有他的研判方案 一起研究一下澳門那邊 因為澳門雖然新增了 不是很多的確診數字 但是他們因應內地防疫新十條 所以由今天起 已經調整了由香港 台灣 外國入境澳門人士的防疫措施 現在它都是5加3 但是舊的5加3 和新的5加3 有不同的 舊底的5加3 是5天 酒店集中隔離 加3天居家隔離 而措施這個新的5加3 就是5天居家隔離 3天離境限制 邊廂 前面多個零的 有人就覺得 你不需要再住酒店了 你就自己自主 留在家 5天搞定 3天離境限制 估計 如果你要走的 可能要蹲足8天 根據它這個新安排下 登機登船登車 總之你走 或者你去 去澳門 現在說過澳門 都依然要撩下鼻 要48小時內的有效無染疫報告 還要說到每個人都要 拜託 待定快速測試 但是不需要再訂酒店 和預繳檢測費 相關人士 入境之後 由第二天開始計 九天 零時前 都不能夠 經澳門前往內地 如果大家想去澳門再經澳門再轉入內地 你不是馬上可以進去 是需要等九天 而說到入境之後 澳門那邊的健康碼就會轉成紅碼 跟香港不同 香港你驗完沒事就給你一個南馬 而說到入境口岸 接受一次落地檢測就可以離開 前往租住你的酒店或者住所 更加說到要做連日起計 做快測 這些數字上 你看到澳門都改變了 當然他們都說到 隨著內地新十條落實 都要響應 甚至乎跟隨內地的政策 但是香港方面 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現在 稅部都要多走幾步 稅部都可以急步走 這次我們特首李家超 就說到 有消息爆料 他自己都透露 其實現在經過那三年 很多時候都未能夠 完完全全 好像復常回到疫情前 這樣通關 我們特首大家都知道 他都說到 明白大家期盼已久 他在他自己的網誌上面 就表示明年 2023年 說到很遠 明年 還有半個月 有很大機會實現的可能 就是通關 但是 他說首先要增加入境 深圳的健康疫站名額 不是吧 又要我們等 那就是搖耗 不過 如果他真的增加了 相信大家中籤的機會率都會很高 但是 什麼時候才可以復常呢 稅部走 等等 都要慢慢走下去 他說 甚至乎調整了 跨境貨車點對點的運輸安排模式 將會按部就班 恢復兩地往來 其實你現在都看到內地的情況 你看到的新聞 很多內地專家都出來說話 鍾南山 張柏麗院士等等 胡錫進 他們都說到 其實現在 就算被你放寬 你也可能 很多人都未必 這麼急 回去 大家都要等 等內地的疫情 先緩和下來 其實我們的特首也都說到 目前 跟了深圳市政府說的 希望可以增加健康疫站的名額要求 而說到有關名額上個星期 多了一千個之後 在日前已經增加了五百個 去到二千五百個 另外 由於有些香港人需要照顧家人 要回到內地 我們特首李家超都說了 他說深圳市政府日前已經增加了這些關聯名額 為什麼他要在這個時候增加一次過放寬呢 大家都明白 你看到 香港的做法就是 他經歷過第五波 他沒有一次過放寬 但是都爆到一聲 當中的問題 憂慮 醫療系統爆炸 各樣那樣 然後內地現在就衍生了出來 但是內地那個是放寬了 就衍生了出來 但是如果香港在這個時候 就算你內地 你想想想 如果他突然跟你服償 這樣 你又加大歡喜 但是在香港的角度來講 或者在內地的角度來講 他都覺得暫時這個情況 未必理想 你想想想 突然之間 每天多了十幾萬人衝上去 對他們的醫療 對他們的藥 甚至乎很多東西都是一個大的壓力 你想想 全中國十幾萬人 全中國十幾萬人 那十幾萬人 欠個雞毛 尾數都不止 不是這樣說 你想想 第一時間就是總要上深圳 深圳的壓力很大 香港人過關一定是先上深圳 那你說 我們可能坐飛機去別處 按比例而已 所以他們都要去研判 所以他們逐步去放寬 都是表示理解的 而且對於一些需要特別照顧人士 我們特首都在這方面都加了這麼多 而對於講到 廣東省 深圳市那邊 是不是一個試點 現在都有傳出的 首先講到第一件事 就是可能先放寬 港人可以去廣東省的地區 看看情況是怎樣 然後再擴大 這是表示理解的 一直吹風吹風 我們特首 現在都出來 有個好像給個希望大家 除了他給希望大家之餘 也都看得到 現在講到西九龍高鐵這些口岸 全部準備好 Get ready 這些也是近三年每年一度的盛事 什麼叫盛事 等開關 你之前也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走出來 之前也講過剛剛年頭 就說準備開 最後是爆一波勁的 開不了 現在是不是真的 香港和內地通關有望 據香港的報紙了解 有些調配人員已經在準備工作 而處理運輸及貿易樓局局長 廖鎮申也表示 他不斷做準備工作 他說一開關就可以盡快安排 但是需要等內地宣佈 現在也有不同的消息指出 有很多口岸 海關等等 都準備好工作人員 找一些紀律部隊 隨時 窩蜂湧過去的時候 都有人幫忙支援一下 這也表示理解 現在講到 南華早報都在引述消息 就說有關部門現在在測試 包括高鐵站 在內延伸到廣東省高鐵 和邊境其他路段的海關系統檢查 全部都要做一次檢查 看來這次禮真 起碼沒有太多 人算不如天算 都要盤看內地的環境是怎樣 而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關卡 是否真的下個月全面重開呢 現在都說到有幾千名官員 入境處警務處人員 派到各個六路口岸檢查站 準備好功夫 這件事看來很快就會正式公佈了 希望過年前 不要說過年前 聖誕禮物都可以 一個好消息帶給大家 也了解 暫時這些更新非常密 我們接下來看看有什麼消息帶給大家 今集時間是這麼多 下次再說 Bye